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節嘉賓就是Jason陳偉聰和我們解答一下股票問題 Jason,你好 Jason,我們這一節回答一下電郵問題 見到一位家庭觀眾叫Sharon,她傳了電郵過來 她說她在2.72元買了663元輝山羽葉一段時間 現在前景是怎樣?上網多少?需不需要止蝕呢? 我們看看現在的股價 輝山羽葉現在是2.13元的位置,跌幅差不多2% 如果她在那個價位買入的話,應該怎樣去保存呢? 都留意到,原來價格最近都有一些壓力 她上下游業務都有的輝山羽葉,會受到一些影響呢? 是的,如果說到業務本身,其實是一般的 因為說到今年,其實內地的原奶的供應仍然是比較多 所以你說到最後的價格方面,都很難說好像兩三年前一個這麼強勁的升幅 如果你說原奶價格升不起的,對於它本身的上游業務來講 即是說到養牛方面的業務,都會有機會出現一些的壓力 還有那個毛利率方面都未必說有得升 但是見到她的股價,其實近這個禮拜就升得相當之厲害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見到她的大股東方面 就由7月初開始,不斷就有些增持的行動 你看到她的增持的量,都超過2億股那麼多 所以變相比起市場來說,都是有一個信心在那裡 但是都要留意,因為始終她的增持的價格相對都是比較低 所以你說價現在升到兩個一毛幾這些位置 我就覺得她在上網的空間,未必說真的太大 而且都要留意,因為她現在這間公司本身的股權都是高度集中的 說的是六成多,都是由她的大股東撐住 所以一旦你說接下來有些什麼動作的話 她的股價都可以相當波動 所以這些位置,如果你說要再看上去 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說接下來那個回調的壓力都可能會比較大 反而如果你說真的拿得多貨的 可以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可能上到兩個二左右這些位置 先行將部分的貨減一減磅 兩個二的水平可以留意 問一下Jason,如果雨業股的話 大行方面沒想到,她就說會首選下游業務的行業 因為今年成本會回落,毛利率有望可以提高 所以重新現代木業的買入評級 又說她們的快速增長品牌和合理的市場期望 所以對她們看得比較好 不過就下調合新員的目標格 如果是的話,你覺得下游業務比重比較多的 有哪些股份呢? 如果你說下游業務最主要都是無牛 因為始終她以一個品牌方面去到銷售 說很多比較高端的奶 在市場上都有一定的競爭力 而且就算是同一些海外品牌來比較之下 她的質素都不是輸洩很多 而且說到無牛本身 由於她的生產規模夠大 以及她之前推廣的力度夠足夠 都能夠令到市佔率方面提升得很明顯 所以如果你說單計下游業務方面 那個乳業的股份 首選就一定是2319無牛的 你見到這間公司 其實股價一直來講都比較硬 就算你說之前那陣子的股市是急跌的 但是對於這間公司的股價 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壓力 反映這一類相對比較穩陣 或者是以銷售這些必需品為主的股份 似乎都沒有說是一個大跌市裡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同樣地 如果你說這一陣子的股市 有些回穩的 有些反彈的 市場要追落後 也都未必說會選這一隻 所以如果你說要選無牛的話 都是抱著的心態 就是看一個比較長線的部署 短線來講 它的股價的波動性 或者爆發力 就未必夠其他二、三線的中資股來講這麼大 我們又看看那些重磅股 就是匯控 見到外圍方面 希臘的債務危機已經過一段落 匯控現在的股價就靠穩 就正在做69.1.5 其實如果外圍方面消除了一些不明朗因素 這些國際金融股 例如匯控200-800-800 是否可以 接下來都可以向好一點點 現在講歐洲那邊的債務危機 特別希臘那邊的問題 就初步得到一個解決的 計算之前 就是禮拜初的時候 歐盟那邊就同意了 就是希臘遞交的改革方案 最新來講 見到昨晚香港時間 都見到在希臘國會那邊 都是大比數通過了 那個削赤緊述的方案 意味著 接下來希臘那邊的銀行 都仍然能夠得到歐洲央行的流動性的援助 還有整個國家方面 都仍然會得到歐盟和 IMF那邊給那些援金 那他們違約的風險 也都在短時間之內 大大地降低了 那大家之前最怕 就是希臘那邊的銀行體系 一旦是爆煲的 有些銀行是找不到的數目 就會令到其他歐元區的國家 包括你說英國、法國、德國 本身都hold著希臘國債是幾多的那些金融體系 都會受到的衝擊 那如果你說這一下方案能夠過得到的 接下來希臘的銀行都能夠是 就是吊著條命 不需要或者即時違約 那對於匯控或者渣打這些國際金融股來講 當然是好事來的 那但是由於你說這個消息 又不是屬於一些很意外的新聞來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預期到 本身希臘國會都比較大多數的議員 都是比較認同那個和歐盟繼續合作 不想脫離歐元區這些的共識 那所以當你說在上個星期尾 希臘自己提出了個方案之後 其實市場上面已經是預期到 在一個國會上面通過的機會都是比較大些 那所以變相就算你說見到這些股份 今天有得升 那但是那個升幅方面相對都是比較小些 就不算的話 好像在上個星期中 那段有個協議出來之後 那個反彈那麼厲害 你說好像匯控的股價 接下來要再看上去 70元左右都會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明白 再看看營起的股份 就是東行 670就發營起 預計半年純利 介乎35到37億人民幣 似乎比南行做得更加好 按年是增長249倍至263倍 它主要是受惠於國際原油價格 持續在低位運行 以及國家的經濟結構改革 以及居民消費升級 以及航空市場需求旺盛等等的因素 過去一段時間都見到外匯方面 人民幣比較強 以及相對的貨幣 因為美元匯價的因素而貶值 所以內地方面 中產多了 出油的機會比較多了 見到670就發了一個營起 會不會航空股 未來好像之前大航水預計 陸陸續續都會繼續發營起 是的 航空股今年上半年的業績 一定會有個很強的升幅 因為說原油價格 去年上半年都是埋著 90美元所有這些位置 但是今年上半年 就見到跌到下去剩下50幾60美元 變相如果你說燃料成本 能夠同比方面大幅下降下來 對於這些航空股來講 必定是有個很大程度的受惠 因為說他們的總成本裡面 都有三成至四成 就是來自燃料方面的成本 另外也是說為什麼東航方面 零零射射做得特別好 最主要因為現在很多內地的旅客 都傾向去一些亞洲的國家 包括日本、韓國等等這些國家去到旅遊 東航就主力在航線分佈上面 都是在中國上海那邊 去日本、韓國那些的航線 如果你說接下來繼續去日本、韓國的遊客 繼續保持著高水平 東航來講相對都有好處 再加上上海的迪士尼方面 都慢慢會落成 又或者會有一些相關的消息傳出 對於東航來講 也都會有一個催化劑在 因為始終其他國家 如果那些人是專程去到參觀中國的迪士尼 上海方面都一定會成為首選 對於東航在這個據點方面的幫助 都仍然會很大 所以暫時看回三大航空股裡面 似乎東航的表現相對可以提高一線 都看到今天都反映了一個營起的因素 股價升接近8% 現在正在做6.31% 和Jason你做回申報 剛才我們講過的股份或指數相關的支撐 請問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後回來還有其他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